大家记住一点,这个蚯蚓粪可不是万能的 前两天我拍了一个我们用蚯蚓粪去做无土栽培一个视频 蚯蚓粪做无土栽培,一个是效果比较好,再一个成本比较低 这几天就导致很多的朋友给我发信息想购买蚯粪 有种果树的,有种蔬菜的很多 天南海北哪都有,实际上蚯蚓粪我个人感觉 如果你是做土壤改良这一块,蚯蚓粪实际上代价并不低 土壤改良我们完全可以去用羊粪,牛粪,这些动物分别 包括结果发酵以后去使用,它这个效果远远会大于蚯蚓粪的效果 但是呢,如果你是做这个无土栽培的,用蚯蚓粪的话 那么蚯蚓粪的效果肯定要高于这个动物分别它的效果了 所以说呢,用途不一样,用途不一样以后呢 你再选择这个机制这一块呀,或者是粪便这一块啊,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好比说羊粪,羊粪实际上你拉一车羊粪,你好比说三方的话,可能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一方才一百多块钱,你秋云粪我这边可能一百多块钱 但是运到你那边可能运费就三四百块钱,是吧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,为了增加成本 因为网上的信息很多,但是很多都是片面的 你不要去认为,某个人用的效果好,他们在用 然后你马上就是去用到你自己的地里面去 因为用途不一样,所以说呢,选择了东西,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,记住一点,秋云粪做五土栽培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作为土壤改良这一块,效果并不好 效果最好的土壤改良,还是动物分辨的发酵,这个效果是最好的